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在一個就是只要初一十五 就要肖像拜拜的 室盛 算是道教的家庭吧 那每次一大早 媽媽都要準備滿桌子的那些祭品 就覺得真的很辛苦 那有一天半夜就突然有一個聲音 然后我就很想要认识耶稣 于是我就传讯息给我一个 从小就信主的朋友 那他也马上就回复我 然后并且很开心的帮我 抽了一张祝福经文 那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了一张祝福经文之后 我就掉眼泪了 就是好像有一种 全世界只有上帝 懂我的心的那种感觉 于是当下我就决定 我要认识主 我要跟随他这样 婆家是非常爱拜拜 没有做任何的心灵上的 进修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拜拜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多方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想要 有一个人可以讲话 但是我的个性很怕去麻烦人 我不想要一直去找我朋友诉苦 于是我就想到有一个 朋友有跟我讲到他就是都在 我看他每次出去他就在祷告 吃饭也祷告 然后聊到什么 他有想要感谢的事情 他也祷告 他就闭着眼低着头祷告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打扰 不怕打扰他 可是又可以讲话 又可以有人讲话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识 这么样的一位神这样 那真的认识之后 我就是变成我每天有什么想要讲的 我就是低头闭着眼睛告诉他 那也可以得到回应 我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传统信仰就是拜拜的 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拉扯 不管是在价值观上面或是跟家人 那所以有时候我会曾经就想说 要不要干脆就放弃好了这样子 我就想说可能我就真的跟这个信仰就不适合我 或是说上帝就是跟我没有缘分吧 不然为什么上帝没有就是直接给我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或者说就是让我经历一些什么奇迹 那直到有一天呢 我就是在自己在读经的时候 我看到一段经文是出自那个约翰福音 他讲到说 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 我明白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 你亲眼所见到的这个事情叫做事实 不叫做相信 所以就让我更加明白说 我应该要试着去相信 然后去慢慢去经历神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就会开始跟我说 我发觉你好像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就是脾气好 或是有耐性的人 那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样跟家人交谈 沟通 但是我就觉得很感谢神 就是祂让我在这个信仰里面 透过认识祂之后 慢慢的感受到说 亲情是有多么可贵 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那也透过这个过程让我去明白说 其实自己是这么的无知 这么的不懂事这样子 所以就让我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去调整自己去修复自己 所以感谢神就是祂兴起了各样的环境 让我去磨我的脾气 然后让我更加的有耐性 那我觉得最 最真的是感谢神的是 我从小到大就是做事 就觉得好像都不是很顺利 那也觉得说可能就是注定好了这样子 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 但是让我 当我越认识神之后 我越发现说 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特别的使命或是计划 不会有一个人就是完全就是 来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或是什么事情都不会经历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人让我更加 就是觉得说 跟随神跟随耶稣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也让我对未来更加有盼望 对这是我后来就是感受到 所以我就决定说要受洗